最近科罗拉多州最高法院根据一系列宪法修正案 判定前总统川普于1月6日的叛乱活动有关 因此裁定他没有在科罗拉多州竞选总统候选人的资格 但是川普很快上诉到了联邦最高法院要求推翻这个判决 那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也表示 将受理川普对科罗拉多最高法院裁决的挑战 那这是怎么回事呢 在美国南北战争结束后 美国联邦政府为了尽快完成重建美国秩序 在南方政府不在场的情况下通过了一系列宪法修正案 这些宪法修正案中就包括一个叛乱条款 规定如果你参与任何形式的反对美国政府的起义 你将立即被取消在美国政府的任何级别竞选职务的资格 在当时有成千上万的南方军官和官僚就永远不能再从政了 而这次科罗拉多最高法院已经以4比3的比例裁定唐纳德川普符合这些叛乱标准 因此他永远不能再竞选任何政治职务 相当于中国的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但是只是在科罗拉多州 川普一听极了 因为只要在一个州失去竞选资格 就意味着他会提前输掉整个大选 就立即上诉到了联邦最高法院 要求推翻 目前最高法院的首席大法官是约翰·罗伯茨 他在整个职业生涯中一直秉行着司法尽量不干预的准则 他的司法原则是法律应该由立法者制定 无论是州级还是国会级 因为他们才是被选举出来的 代表着人民的声音 而法院的任务是尽量少干涉 因为最终他们是被指定的而非选举诞生的 因此法院只有在别无选择时才应该做出裁决 应该专注于最技术性的争论而不是政治争论 也就是他提倡法律应该完全独立于政治 而现在的难题是前总统川普挑战科罗拉多州的法院的最终裁决 那联邦最高法院别无选择 只能介入 至于案件的实质和后面的司法难度和结果 我不会发表意见 因为我不是法学专家不能乱说 但是我想指出两点供大家参考 首先 谁可以竞选公共职务以及参与总统选举 是由各个州决定的 这件事情与联邦政府无关 美国是一个联邦体制 国家政府 州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有权力和责任的平衡 宪法明确规定由各州决定如何进行选举 因此唐纳德川普挑战这一点实际上是在说如何选举应该是联邦的权力 这一点与宪法有冲突 这一点也与川普一直倡导的政治主张有冲突 这个我们会更深入的分析 那为什么川普的案子会涉及到州政府和联邦政府的权力 这个敏感的问题呢 想理解原因 我们需要看看现在在选举的资金来源的变化 因为正是这种变化带来了这一冲突 而这一变化基本上是政策和法律的错误 或者叫做人为错误 人们好心办了坏事 在过去的25到30年里 美国一直试图整顿政治 所以就有了一项叫做竞选资金改革的东西 其想法是人民需要知道资金从哪里来 这样当他进入政治体系时就不会过度影响他或引发腐败 在旧体制中 大部分政治资金来自一些富豪 这些人通常是些商界的大佬 这导致了一个非常封闭 非常亲密 有点腐败的政治体系 因为在政府的每个级别 都有人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一个立集团的代表人的影响 通常情况下 这些人在商界叱咤风云 但是他们也关心监管政策的制定 关心法治建设 关心经济增长等核心问题 总体来说这些都不是坏事 但这意味着这些给钱的大佬 在很大程度上能够影响政治家 所以会发生这种亲密的关系 而政府和政党向前发展 通常更关心连续性和稳定性 而不是激进的改变 当然也不想拆毁现有结构重来 所以政府有责任实现渐进的变革 想要改变这些带着一些权钱交易的味道的竞选资金的现状 所以竞选资金改革出现了 突然间 个人在政治系统中投入多少资金有了限制 而且必须申报 因此 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人捐钱 但金额较低 与此同时 法律改革也同步开始 我们还迎来了信息革命和社交媒体的兴起 因此 参与政治系统的交易成本 从捐赠几百万美元降低到几千美元 甚至几乎为零 之前这个追求控制 支配和稳定的一个政客 从一个或者几个利益团体的代表人那 收到大量的竞选资金的旧体制 被完全改变了 政治捐款者 从几乎固定的那几千人变成数百万的人 而每个人只能捐助几美元 就像是众筹一样 而这些众筹出来的钱也不再流向政党 而是流向了特定的个人和运动 因此 美国的竞选体制 从一个有点腐败 但功能性较强 仍然能够完成任务 并且坚持稳定性的体制 转向了一个新的体制 在这个体制中 任何政治家都可以自行筹款 并且他们有兴趣振臂高呼 并煽动局势 因为这能够更有效地引起人们 按下那个捐款五美元的按钮 这两种体制都有其自己的腐败之处 但是哪种更好呢 请您留言告诉我们您的意见 而至于大家在中文圈里看到的美国政客都是大财团傀儡的说法呢 我相信大家在看到这样类似的观点 就能判断出来拥有这样的观点的人已经过时了 那么这与最高法院目前正在处理的问题有什么关系呢 唐纳德·川普所代表的运动可以被称为权力归州 几联邦政府应该被缩小 应该由州政府来决定发生什么事情 但在科罗拉多州的选举资格这件事情上 唐纳德·川普及其支持者采取了完全相反的立场 声称州政府不应该有权力规范选举 权力应该来自国家层面 这就有很大的讽刺了 也导致了好多人指出了川普的矛盾 但是好多人也对川普的这种双标政策见怪不怪了 而也有一部分人说这叫智慧 那接下来联邦高院宣布他们将在二月上旬做出裁决 而共和党和民主党全国大会 Commension也会接下来在三月举行 那关键来了 任何政党的大会在竞选资金改革之前 整个政治体系都在州级运作 比如爱荷华州的共和党和肯塔基州的民主党 还有其他地方的党派 每个党派会按照他们自己的方式管理各自的州 然后每四年一次 他们会在全国大会上联合提名 并投票支持一个共同的总统候选人 而竞选资金改革改变了这个系统 个人筹集资金的能力发生了变化 这使于巴拉克奥巴马 他基本上与他的党派并行竞选 并赢得了总统选举 而不受党派的束缚 当然 唐纳德川普进来后把这种情况推向了极端 甚至在某种程度上不仅对党内提名 而且对总统职位本身进行了竞选 那么各州失去了对该系统的控制 这意味着根据最高法院的裁决结果 不管结果怎么样 我们将在两党都会看到竞争 因为如果宣布唐纳德川普被取消了竞选资格 那么突然间我们将面临一场真正势均力敌的选举 因为乔拜登非常不受欢迎 不难想象共和党内会有一位不是川普的候选人可能会击败他 另一方面如果川普没有失去资格 也是因为唐纳德川普非常不受欢迎 拜登则可以轻松击败他川普没有任何获胜的机会 这个问题我们再上两期视频具体分析了 如果有兴趣请一步观看 所以从二月到三月的一个月的时间 根据判决结果 我们会看到两党的真正的候选人的明确 那将是一场疯狂的竞选 而川普会在他的会所里一直尖叫 或者如果科罗拉多法院的裁决在某种程度上被推翻 唐纳德川普被允许竞选 他没有任何赢得总统选举的机会 这就是现在川普面临的局面 那有人就说了 那为什么川普不退出呢 记得我刚才说的竞选基金的事情吗 川普参与竞选获得了巨大的竞选众筹 他才不会傻到自己退出呢 好了 你怎么看呢 请留言告诉我们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